我画的呢 就是两个脚 这是内怀 外怀 它叫什么呢 内四 外三 在咱们的四肢的运作当中 巴斯疗法它简单的提出过内四外三的治疗 在临床当中它并没有特别的显示 但是大家记住 在他们的聊天当中 我把八字疗法挖出一个精尖的治疗 就是它 内四外三 怎么来呢 你比如说你们想去学这个八字去了 他绝对不讲这个 但是现在我跟你讲 这个八字疗法当中它有一个特殊的治疗 大家看怎么来找 内四怎么来呢 从外怀这儿 内怀是吧 内怀拉下来 从它这个怀骨的宽度 拉下来 赤白肉计中间 这儿 比如说赤白肉计 什么叫赤白肉计大家懂吗 就是说我穿鞋那地方五白了 上面阳光照着 它有个黑白的一个间界线 你像我们这个腿在这儿 这也叫赤白肉计 这也叫赤白肉计 腿的横平线赤白肉计 像这个地方就叫赤白肉计 这个地方叫赤白肉计 这个地方都叫赤白肉计 那么咱们在脚板当中呢 在这儿 这个宽度当中 这两个在这儿 长度的两个 这是两边的点 我们这四呢 均匀的再加两个 这叫内四 再看看这个 这是外环 也是它的宽度 也是啊 这样 这两边 两边 中间一个 就是三个穴 四个穴 当然我画的这人是平足 大家记住 但是怎么扎它呢 因为我们在脚底的骨头 它叫折骨 我们如果平四寸的时候 平着走 可能顺着这骨面就 你看 咔啦啦啦咔啦咔啦 就磨着走了 你顶不住 稍微倾斜一点 斜着往上一点 这样 就好比说是啊 我们在这儿 你看 斜着扎 就好比说这个脚板在这儿 那么我们稍微的 在这个当中 就斜着往上来吧 这骨头在这儿 骨头在这儿 我们斜着往上扎 就好比在这儿 你要去扎苹果下来 斜着往上点 明白不 往上 趴一进去 顶住 这个针 咱们最好用 0.35乘50的针 最好 这个呢 这个针呢 稍微粗一点 我们稍微往上去顶吧 那才 咱们这个针 0.20乘40的 太细 它一般往往容易 呲呲呲呲 打弯了 这就扣不好了 所以咱们用这个 加这个一层皮 也没多厚 就0.20 0.35乘50的针 最好 那么这个当中呢 记住 这是两个脚 几个穴啊 14个穴 对吧 它两边都要扎的 那么都要扎的情况下呢 大家记住 就这个内斯外三治了什么病 首当其冲的帕金森 咱们昨天谁跟我说 有帕金森来 家里 就说有病人 是帕金森 谁来 咱们治疗这个 堪称一绝 我治疗的帕金森 多了 十来个 但是它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我们治好了 还要坚持再治一段时间 你比如我十天治的 不错 好了 你不理它了 它过来又犯了 你再给它扎 好的 千万也得扎 再扎几次 巩固住 OK 大家一般记住 帕金森 在这个当中 我们扣肌的时候 就在这 扣肌 有力度的情况最好 但是有点疼 为什么它能治呢 帕金森大家都知道 这是脑部疾病 帕金森 那么帕金森什么样子呢 大家知道吧 什么样子 说一说什么样子 手抖 在静止状态当中 搓完 这算一个表示 但是真正的帕金森呢 他是脑部疾病 小脑受损的 但是他在怎么情况下 他一般走到僵直 帕金森人 卖不开嘴 急冲步 走走就要舍跟头 他就卖不开 多说半天走不了动 还有一个帕金森人 帕金森就是 这个脸呢 没表情 你拉脸 老是这样 好像你牵着钱似的 这个就是说 帕金森就是这样 他是比较呆滞 另外呢 他逐渐走路 卖不开 像类似这种的 一般在静止状态 安安静静的 手就颤 我们扎他的时候 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我给大家说两个例子 我在山东跟别人干的时候 当时没开班 大学老师来了一个 48岁 这女的呢 嗯 就是说 擦口红这样 一端杯子 摇晃 端碗都不行 老师 就是到这 跟那个谁说 就我跟那个 一个残疾人 在一块干 当然这个女的呢 也挺好的 他有人看他呀 看他呀就说 我一个在旁边坐着 我说你是不是帕金森啊 他说是 我给你扎吧 他说能这 我来吧 我也扎了一次 当然咱们要配上 十人大铺刀 再加上 强烈老公里真的 再加上这个 我扎了一次回去 就一次 回去端 端碗就这么端了 擦口红不抖了 高兴坏了 他在那 200里对呢 就离那 挺远的 连来了四次 天天来 他就以后没来 他一次就变化可大 他一次就变化可大 木边老头 一个老头 八十来岁 看一下七八十岁 拿个垫子 腿也串 谁也串 我说这就是帕金森 你看见没有 有点像 老头第二天就过去了 八十来岁 当时我 当时制聘的一个 对钱也少吧 十个钱 当时十个钱 七十老头 我一看 我说他来了 还真来了 我说来来来来 算 我多大岁了 八二一 我说几年了 一年 大家记住 一两年之内的帕金森 尤其是一年的 十四之内好 那是大多数 如果是两三年 四五年了 大家就延长了 一般帕金森都是岁数 比较偏大的人多 但是现在已经年轻化了 最后领完结果 我也扎了 其次 一颤不颤 一颤不颤 那么这个当中呢 就是说 我告诉大家 帕金森就这个 因为帕金森呢 咱们记住 为什么才是帕金森 就这个地方 齐经八脉 阴维阳维 阴桥阳桥 任督两脉 外带充脉 和咱们的代脉 那么齐经八脉当中 有三条经络 就从这个内怀外怀来兴奏 我们在扣机当中 直接打到脑部 控制脑病 极强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不仅仅是治帕金森 小儿多动胀 这个更厉害 临床当中 你们把小孩给我哄好了 就在这扣机 不留针 大人 留针四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过一次 你们看看效果 一次一个样 小孩就 一般就是 一二三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 一个针 扣三十项 我扎了一个小孩 这小孩呢 当时在山东扎的 他妈妈是厂长 我的一种人就是这儿 腿强麻 大家见过这种病人吗 腿麻的厉害 什么病都治不了 使劲的内四外三 强四 咔咔咔咔 扣他 效果可好了 当然这就很残酷了 咔咔咔咔咔咔咔 这是咱们学员的病例 说老师 我治了一粒腿强麻的 我说怎么治了 内四外三 我说是吗 当然我知道 他这个整个经络所需 他通过这个经络 顺着往上走 他规矩摁着腿 给他麻炸 他给炸 就说我给他使劲弄 一次就好了 所以有个地方 腿麻也可以 所以咱们在内四外三当中 说句实在话 就这个帕金森 他是现在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年轻人也有 但是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咱们记住 一定要 巩固 疗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扎了十天 这人好了 继续扎 你们如果不继续扎 过来又犯了 他也说我扎过 不管事 所以我们在面临着 就这病人 整个全部恢复的时候 继续扎 这是我们一个法宝 我曾经扎过一老同志 七十来岁 你扎真的 我说是啊 说我这几个作物神经痛 我给他扎的当时是以董事齐穴为主 董事齐穴 另外再加上点放血 扎完以后 十一天 彻底好 这老头就觉得好像挺奇怪 说我平时扎针可不像你这样的 说是我扎针当中 就是你也得扎 他说你这么快就给我扎好了呢 他一扎就不是十天 我说你听我 他说我听你的 你说什么我听什么 他说好了 坐过身经不疼了 大家记住什么病也不好受 你给他治好他就高兴 最后连完我说是 你听我的 他说我听 我说你再扎两天 扎完之后呢 三天半以后 我给他打电话 问他 我说李师傅 你的腿怎么样了 他还听不过来 你是得扎针当中 我说是 他说我再也没犯 三天半以后 再也没犯 这里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治好这疾病 没有给他巩固住 在好的情况下 再扎几次 尤其是我们的内斯外三 帕金森 你们如果给他治得很快就好了 但你不巩固的时候 继续法 他连完一说 就是说咱们无能 所以咱们记住这个 你们在以后的心意当中 记住这个巩固疗法 十分重要